睡过范冰冰的20个男人首次揭秘,看王惊呆的人首次揭秘,看王惊呆了。 电视剧《乱世扶平》即是其所投资。是包养范冰冰的第一位圈中人物。 除了投资排剧与广告,更每月50万包养费用将范冰冰包养了半年之久。 贾云这个人实际上就是范冰冰的三大后台老板之一,在范冰冰拍完还珠之后就将其包养了两年时间。 范冰冰和皮卡王签约期为两年,实际上这个所谓的签约合同就是包养合同。 这两年间除了贾云出资近千万来碰红饭,还要掏出200多万来包养范冰冰一直到合同结束。 广东皮卡王影视老总贾云。 范冰冰和贾云的关系其实在娱乐圈里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另外范冰冰结识贾云也是其母亲所介绍,至于其母和贾云如何相识,什么关系也不就用名说了。 这些事在圈内大家都心知肚明,彼此心照不宣。 陆毅,因洛系替身事件而一举成名的少孝山,大抱范冰冰曾和陆毅好过一段时间,拍摄《少年包惊天2》两人公然互相示好,被指戏甲成真。 香港著名大哥籍人物洪金宝。 范冰冰和洪金宝曾经在上海的三泉公寓和北京某高级公寓同居,甚至在居住时范冰冰就在凌晨1点,多进入洪金宝的房间直到5点后离开。 直到现在,就连范冰冰居住的Social现代城公寓,也是红金宝花费200余万位范冰冰置下的一处房产,这个秘密恐怕知道的人不在多数。 范冰冰冰不小心怀孕后被曝光就在公寓内自行流产,结果造成流产性大出血。 后级宋远才就回她一命。 当初范冰冰贪恋洪金宝的权势攀称洪金宝,就是希望能评级住洪金宝在香港电影圈的显赫地位,让她在香港有所发展,只是洪金宝的功夫还没到那个地步。 这恐怕也是范冰冰没有想到的。 而范冰冰和洪金宝的关系也是圈内公开的秘密,不过距于洪金宝在香港的背景和黑社会势力所以才无人敢揭露。 圈里是众人皆知所谓不是秘密的秘密了。 王学奇 日前某天晚间,记者在范冰冰所住公寓的地下车库撞见王学奇的宝石杰坐驾驶入,记者走进观察,发现当时驾车的正是王学奇本人。 汽车停稳后,从副驾驶下来一位女人,而此人也正是范冰冰。 下车后,范冰冰站在车外与王学奇不知说了什么,逗得二人都哈哈大笑。 华语公司老总弟弟王忠磊 华语王忠君兄弟的名声在圈里也一直不怎么样,素有LM之称,其实范冰冰签约华语后,真正的与其有肉体关系的是王忠君的弟弟王忠磊。 不过作为老板和范发生不该发生的事情说起来也在情理之中。 在拍扫包的时间,范冰冰被香港某周刊拍到与任权实质紧扣在上海街头逛街,从而传出两人正在拍拖的消息。 过后这对菲文男女接受采访,军队前手这一举动表示很正常,并只肯承认两人是好朋友。 虽然任权说,那天是出席华表奖颁奖之后,送她回家,很正常的,大家是师兄妹,很久没见出来句句很正常,我们一直是好朋友。 我觉得范冰冰冰很小,不合适吧?可能她不是我的理想对象。 而范冰冰冰却笑颜,我和任权都认识15年了,其中暧昧不变自明。 杨寿成 张玉抱杨寿成是其中一个包养范冰冰的大户,其实包养过她的人不止一个两个,而且还是母女上阵。 张玉为证明如今的影视圈到底有多么混乱,还抖路,范冰成年就出道的一位F姓女星没出名时,为博得上戏的机会。 首先是她母亲打头阵,找导演交易,因为其母亲还算风韵犹存,长得也还不错,比有些导演还年轻,还是有人愿意和她这么做。 等她母亲告定后,再把她奉献出来,就靠这样的套路,她拍了很多部戏。 这里的F姓女星就是指范冰冰,这在圈内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而且不止一次被一些台湾演员在台湾的娱乐节目里不经意间提起。 一年多前,范冰冰参加一个晚会,预见素有内地周杰伦之称的俊俏才子后贤。 恰巧的是,后贤坐在范的旁边,席间,范冰冰多次称赞后贤才一句佳,外形俊朗。 由于后贤从始至终没有丝毫面目表情,对范冰冰只知不理,范冰冰有点自讨没趣,不过似乎并不甘心。 随后又以希望后贤可以给自己写歌为由多次搭讪,在奈米请动不了真佛。 这位内地周杰伦从晚会开始至结束都没有和范冰冰说一句话,甚至头都没有礼貌性的扭过来,足见这位仁兄的定力。 试问天下能抵挡范冰冰者若有计合。不过很快,事后便有人爆料,当晚有酷似后贤与范冰冰的一对亲密恋人,出现在某五星级宾馆内的712号房间,而登记者赫然写著,邓文斌,后贤真实姓名。 吴东汉 媒体圈去年有个笑话,在一次颁奖晚会上,当时荣获世界先生称号的顶级男模吴东汉,恰巧也与范冰冰连坐,而此间范冰冰一直无心关注晚会内容,当时就被吴东汉190的身材吸引, 只是姨妹盯住她看,期间多有暧昧搭讪,被坐在后排的某鱼记看了个全过程。 最后乐的是,吴东汉中途被范冰冰下的提前离场。 此事成为圈内人茶余饭后的笑料,虽然事后双方均识口否认,但有人却说曾看见酷似范与吴的两人出现在某酒吧角落轻轻握握。 童大为,苹果范冰冰与童大为激情缠绵大胆露。 点 范冰冰在苹果中和童大为饰演一对进城打工的年轻夫妻,激情戏十分大胆,范冰冰甚至还有露。 电镜头。 范冰冰说他们发生的那段激情戏其实只是说明了没有钱也可以过得很快乐, 童大为则补充说那说明小夫妻很恩爱。 王学冰。 范冰冰和王学冰的绯闻从04年9到06年,却始终得不到当事人的正面回应。 谈到对方的闪烁其词,同一场合的刻意回避,让冰冰练越发扑朔迷离,也让外界更想叹个究竟。 其实,早前自打两人一同由青岛细水练情曝光以来,范冰冰与王学冰的练情早已不是什么圈中的秘密。 可是公开恋情之后,每次露面两人多少都有些躲躲藏藏不怎么自然,每逢一同出现在公众场合都会有一或是无意地保持住一定的距离,似是故意地在大众面前制造住一些神秘感。 2002年,范拍陈埃落定时,遇到饰演二少爷的理解,很快便传出二人关系暧昧,甚至当众美目纯情。 此事被某宝宝曝光后,立范当即一口否决。 王汉涛 年前有网友称范冰冰与音乐VJ王汉涛热恋,并且有两人在酒吧亲密照片为证,记者求证王汉涛。 王汉涛哭笑不得的对记者解释,那是为某个演唱团拍摄MV的情景照片,纯属误会,没想到我的友情出演变成了绯闻。 但百般解释终是无用,范冰冰喜欢俊俏后生是人所供之,而王汉涛差不多符合范冰冰对男性的所有要求,范的穷追不舍与大众的种种猜测也并非空穴来风。 沐小光 在东方卫视,好男人的比赛中,有位记者拍到了范冰冰传闻中的新任男友,他的现任经纪人沐小光。 比赛结束时,沐小光找到记者,要求把照片删掉,该记者删除后,他误认为记者根本就没删,于是争抢电脑。 争执中,范冰冰的保镖伸手掐住了记者的脖子。电脑随后飞了出去,摔坏了光区。 2001年,乱世飘瓶拍摄完毕,范冰冰公开表达自己对韩清的感情,并明确表示她是我的男朋友。 格优与范冰冰因细生情,浙江某影视公司老总。 此人曾许诺给范冰冰一套公寓,但是在与范冰冰一夜风流后,她未实现赠西公寓的诺言仅给了十万人民币率修走人。 范冰冰冰也为多宇直接拿钱拍拍屁股走人另觅他处。 这在范冰冰为红时是圈中的笑柄,范冰冰大红后便无人再提,提了她也否认。 北京某广告公司老总M某。 M某在与范冰冰开房后,就为范冰冰承接了无数广告,让其在媒介曝光率大大增加助其更进一步走红。 某房地产行业的富商。 此人虽不在娱乐圈内,但却和圈中的一些人是非常有交情,当中包括几位名导,这个人当初以假装追求范冰冰的名义也将范冰冰包养,除了为范冰冰投资拍戏外,也将其介绍给圈内另外一些有背景的人士。 当然了,范冰冰和这些人的关系就没必要您说了。 神明老大 还有一位人物就是范冰冰后台老板中最关键的,这个人在圈中臭名昭著,与黑道有著一定的关系,其影视公司的势力在圈中很强硬,是个惹不起的人物。 连圈中很多大牌演员也让他三分,各个媒体更是不敢得罪这位老板。 这个人除了控制住影视圈外,还掌握住一些女演员在圈中的地位前途。 因此为了上位,很多圈中女演员都和其的关系非同寻常,所以范冰冰为什么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升至一先地位,成为中国目前最红的演员之一,原因就在于此。 我们下期再见。